很多女生谈恋爱时会走进屋须,总觉得和男生在一起后,对方信了自己什么。这样的想法会为一段幸福的恋情埋下隐患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发危机,甚至导致分手。聪明的女人永远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矛盾。 下面是她们永远不会做的七件事。学会后你也能够拥有一段愉快的恋情。聪明的女人很独立,不会要求对方时刻照顾自己,一些女生恋爱后需要对方照顾。甚至连吃东西,穿衣服等等小事也要对方帮忙做。 哦,但恋爱中的两个人是平等的。男人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孩子,却没义务这样照顾伴侣。她那样做是因为爱你。并不是理所当然。聪明的女人不会让男人放弃爱好,永远不要让男人在工作,爱好与你之间做选择。 强迫对方放弃喜欢的事会让她不快乐。她的生活是由很多事组成的。并不是只有你。聪明的女人不会强迫男人远离亲友,也许你看不惯她的一些朋友或者亲戚。 并认为他们会给她带来负面影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利让她远离这些人。 作为一个成年人,她有选择的旋律。她与那些亲友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中要深厚得多。 聪明的女人不会强迫男人与自己兴趣一致,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 但兴趣爱好上有一些差异也没什么。强迫对方做不喜欢的事迎合自己非常残忍。 情侣交往时应该互相尊重。而不是强迫对方与自己步伐一致。 聪明的女人不会强迫男人变成另外一个人,每个人都会改变。 但这种改变应该是主动的。聪明的女人懂得默默影响对方。而不是强迫对方改变。 聪明的女人不会强迫男人忽略其他女性,在路上看到漂亮的女孩。 男生自然会忍不住看两眼。这很正常。碰到帅气的男生时,女生也会有同样的反应。 只要不是刻意调情,与异性正常接触没什么大不了。 聪明的女人信任对方,她们不会强迫伴侣拿出爱自己的证据。 偷看手机、跟踪等等都是不信任的表现。只有在一段关系中不够自信时才会做这样的事。 恋爱非常美好。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时,世界都变得更加明亮。 但这份感情却很容易被小事消磨。 聪明的女生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。 她们知道自己与对方是平等的。认真付出,也认真享受被呵护的感觉。 她们不怕失去对方,因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,总能够遇到那个合适的人。 祝愿那些正在寻找爱的女孩尽快遇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。